幼儿培育署将在本地七所学前教育中心推行包容性辅助试点计划 让有发展需要的孩童可以在这些幼儿园获得类似早期介入中心的学习方式 感官玩具视觉传达板以及健身玩耍空间 这些都是为有发展需要的孩童专门设计的学习设备 包容性辅助试点计划主要对象是三到六岁的幼童 学前教育中心的教师和早期介入专业人员会一起制定教材和授课 治疗师和心灵辅导员也会提供专业协助 目前盛港西道的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Sparko Tots学前教育中心 已经在这个月初率先推行试点计划 其他六个参与计划的学前教育中心就包括 执总幼儿学府以及秦峰幼儿园等将在明年陆续突出 arlo �� 是的 第一 第一 第二 Det